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9日 已經是 星期四 這則新聞其實 我覺得是離遲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 去年和前年 大力打擊教育培訓事業 使得很多 做教育的平台、補習社 幾乎是沒頂 中國 中國 No.1的新東方教育 他的創辦人余敏雄 一度 要在網上帶貨 轉譯 結果他 教了英文 結果殺出血路 反而讓他做到生意 結果 大陸又說稍微放寬教育培訓 結果 好像 也沒有什麼好轉 結果 大陸的國際學校 現在 不行了 發覺在中國的市場 越來越難經營 因為現在大陸很多地方 都開始 不講英文 又或者 不鼓勵人講英文 很多地方 例如北京 地鐵站裏面的指示牌 已經全部變成了漢語拼音 一大堆 屎嫂精 根本就不是英文來的 位置都看不明白 我們 我們 收到最新的消息 說 英國的一間國際學校集團 計劃 他們出售中國的業務 這間學校叫做 德威國際學校 DCI 據說 他正是 透過談判 出售他們 亞洲的業務 最主要包括在中國大陸的九間分校 這是最大的錢 他們 其中在上海的德威英國國際學校 其實做得很大 因為上海最多有錢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爆料 英國著名的學校 德威國際學校 計劃出售他們的 亞洲區業務 主要包括大陸的九間分校 佔比 是整個資產包裏面最大的 報導說 隨著大陸官方嚴厲打擊教育培訓行業 收緊課程的監管 以及經濟放緩 有幾十間國際學校以及文化學校 面臨關閉 或者 合併 而中國大陸有價值 5700億美金 的教育產業 幾乎是會沒頂 大家都知道 大陸現在 在教文革 一切都盡在開倒車 英文在大陸 可能 接下來也會成為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學不學英文呢 你學英文 你是不是打算做漢奸 是不是打算鋁通外國呢 大陸的改革開放之後 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 都逐步進入中小學的教育 大批的私立學校 在 比較富裕的中型大型城市發展 一場武漢肺炎 一方面 大量的大陸人離開中國 而地緣政治也影響了各國公民進入大陸 所以 國際學校的學生罩過 主要以往國際學校的 那些客戶群是甚麼呢 就是外國人為主 因為 你想想 德國人 在大陸開公司做生意 他們的老闆 那些高層的子女 照計 沒有理由留在德國 帶來中國 在中國就是小朋友要上學 所以 需要大量的國際學校 有日本人學校 有韓國人學校 有英語 有德語 當然國際學校是以英語為主 因為英語是共通語言 德國人 日本人 荷蘭人 法國人 都可以 說到英語 大家可以溝通到 所以 在 大陸的國際學校 主要是以英語為主 那麼當然 日語 另外有日本人學校的 很多地方都有 例如浙江 現在 最大的問題 一場清零運動 其實令到很多外國人 是嚇怕了 你弄成這樣 根本 你們完全沒有人權 侵犯人權不止 而且 握殺所有經濟 個個都覺得你們不可靠 都不知道你何時又來多次 所以 外國人 大量的離開中國 加上外資的大規模撤離 令到 國際學校 那個 外國人的數目大幅減少 大家想想 你是大陸的有錢人 你其實 入國際學校是甚麼原因呢 你就希望 你的子女入到去 認識某某領事 某某主席 某某總裁 某某基金大學的兒子在讀書 你可以希望在那裏認識到他 將來 有機會大家是同學 有多些話題 第二 做生意也好 甚麼也好 正如那些人為何要給錢讀MBA 一樣的 實際上 他就是在那裏拿卡片 希望認識到 總裁級 或者有錢人 香港的讀名校 或者讀國際學校 目標仍然是一樣 當你在中國 每個地方的國際學校 裡面的洋人都走了 那麼你的目的 是不是基本上達不到呢 你的最終目的是甚麼呢 大家記得勿忘初心 初心 一定會去那洋人吧 好了 internet人走普 沒人 沒有人 有沒有人 start 美國人 有 Rolling 人 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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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手 學uf 人 這就是中國人的實用主義 為甚麼呢 因為進去 當然是有目的 目的就是要懂得一些權貴 外國的人 做生意 領事 就算不是也好 就算未去到那麼有錢 起碼多說幾句英文 在口在面都是Chinese 學普通話 學福建話 學廣東話 不是的 所以 國際學校在 中國的市場 是已經萎縮得很厲害 因為 加上中國政府那種政策的不確定性 嚇跑了外資 嚇跑了外資 我也不設廠 我還未帶子女回到美國 回到日本 回到韓國 甚至乎回到新加坡 所以 在其他所說的 例如日本 新加坡 他們的國際學校需求大了 你見香港也是 香港國際學校接下來可能都會縮班 縮校 原因是甚麼 香港 香港 也走了很多鬼佬 也有很多人去了新加坡 我還留在香港幹甚麼呢 我是不是要過新加坡呢 這個情況其實是互動的 整個 亞洲區 其他地方有增長 但是增長可能會轉移到日本 新加坡等地 就算是泰國也好 也有香港人去泰國獨國際學校 馬來西亞也有 原因就是 香港跑了很多移民 這個問題 其實是跟中國政府有關的 根據這個 北京的市場 諮詢公司 他們的 總經理表示 這個總經理叫 Julian Fisher Fisher 即是釣魚 三年疫情隔離 以及大陸經濟 在下坡 加劇了這個情況 粉絲陣族的人會說這個行業 只是走向終結 而一般的中國投資者 只會為他的經歷成長 所以現在進入一個痛苦階段 其實那些人說話真是好私品 德威國際學校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總共是營運了18年 也是 很長時間 辦學 包括 向大陸公民的商譽學校 受監管變化最大最衝擊的 就是這個問題 不讓你講英文 根據德威國際學校2022年的年度報告 隔離政府的法規變化 在中國大陸發展計劃就會縮減 而歷史 最悠久的英國頂級私校哈羅中學 叫做威斯敏斯特工學 已經在2021年 退出了中國大陸市場 因為 搞不定了 根據英國文化協會的數據顯示 2020年中國大陸大約有18萬家 民辦的教育機構 佔中國大陸所有教育機構的三分之一 以上 好了 民辦的 很多官辦 學生人數到了5560萬 很厲害 五千多萬學生 但是過去兩年 很多幼稚園到中學 甚至乎很多學校 都是 倒閉或者陷入這個停滯狀態 就在上個月 大陸再出台愛國主義教育法 那麼會在2024年 元旦開始實行 這個法例 是以法律形式規定向青少年和兒童 傳承 還有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實現黨的教育控制 要教黨的控制 基本上革命由娃娃爪起 上海 萊克頓學校的副校長說 對於民辦 中小學來說 監管更加嚴格 由於控制很嚴格 很多學校根本得不到辦學的許可證 唯有不做 中國大陸收購基金 行從資本的董事表示 大陸很多這些民辦的教育公司 包括商宇和國際學校營運商 一直都在考慮出售大陸的資產 不過 現在賣家就可能多於賣家 為什麼 為什麼 沒有人跟你想走 大家都想走 誰接呢 接了回來也不可以辦這些國際學校 因為拿不到牌照 你不教英文 沒有鬼佬 所以 這些企業 接下來 只有一條路 就是 倒閉 因為你賣也賣不了 你想賣嗎 很難的 不過 這個會打擊中國的教育事業 因為 接下來中國可能也不用教育了 每個人都像習近平一樣 小學未畢業 工農兵學員 所以 接下來的教育事業 可以說是直揚行業 是沒有運行的 當 小學生做國家主席的時候 當然不重視教育 大家都一樣 我學歷那麼低都可以做國家主席 根本就沒有需要讀書 更加不用讀英文 然後又要捉間諜 這些環境 根本就不需要教育 現在 是需要 革命 革命是誰呢 合了一條人的命 大家就可以翻身 合不了他的命 大家也要投身合命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說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錄音樂曲 大家入來的時候記得 第一時間按LIKE 然後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share 節目給你的朋友 而且 我們也希望 經濟能力去好的朋友可以訂閱PATREON 使用這個 支付模式支持我們 謝謝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不太鬆動的朋友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往視乎